我们开始的题目 设时数组成的数列AN这数列 是公比为-0.8的等比数列 时数组成的数列BN这数列 是首项为10的等差数列 已知A9大于B9且A10大于B10 请选出正确的选项 那首先第一个选项 A9乘以A10小于0 那么这应该是正确的 我们说因为公比为-0.8 所以呢A9乘以A10 这是等于A9去乘以 那因为是等比数列 所以A10是A9去乘以-0.8 那么会得到这是A9取平方去乘以-0.8 那这是正数 -0.8是负数 所以相乘这是小于0的 因此呢 第一个选项 这是正确的 我们要选 第二个选项 B10大于0 那么这叙述呢 是错误的 我们可以取反例 如下 我们取A10是等于-0.8 括号9四方分之1 去乘以-0.8括号的n-1次方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去取 这A1是-0.8括号9四方分之1 那因为公比是-0.8 所以呢 A1就是用这A1去乘以这R的n-1次方 我们得到A1是这个形式 那这时候呢 A9 n以9代入 我们会得到 这是-0.8括号9四方分之1 去乘以-0.8括号的8四方 那我们就会得到A9这时候是-0.8分之1 那么这等于-1.25 那么 A10呢 是用A9去乘以-0.8 所以呢 A10是用-1.25去乘以-0.8 我们算出 这是等于1 那这时候呢 如果我们再取Bn 是等于10加上 这是-2分之3 乘以n-1 那也就是 这是等差数列 那首相是10 所以呢 这时候我们取 这公差假设是-2分之3 那么Bn 就是B1加上 n-1去乘以公差 那这时候n我们如果以9代入 那可以算出B9呢 是等于10 加上 这是2分之3去乘以 9-1就是8 所以我们算出 这值是等于-2 那B10呢 我们在这里是用10加上 这2分之3去乘以9 那么算出 这是-3.5 所以呢 这时候 A9是-1.25 这是比-2来的大 我们满足A9是大于B9 那这时候呢 A10是等于1 那B10是等于-3.5 那这时候呢 A10是大于B10 所以呢 这满足已知条件 可是这时候我们看到 B10呢 是小于0的 所以这里说B10一定大于0 这叙述错误 我们不能选 接着我们看 第三个选项 那我们先清除一下画面 第三个选项 B9大于B10 那么叙述应该正确的 我们说 因为AN这数列呢 为公比 这是-0.8 这是小于0 这是等比数列 所以呢 AN这数列 里面的数呢 会正负相间出现 那么又 A9是大于B9 A10是大于B10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说 因为A9跟A10 这正负相间出现 所以里面有一个正数 一个负数 那么就代表呢 B9跟B10 不可能两个同时是正数了 因此我们说 Bn这数列 在B9、B10时 至少呢 有一个负数会出现 而 Bn这数列 是首相为时的 等差数列 因此 在B9跟B10 至少产生一个负数 我们就知道 这公差 必定是负数 才会有这现象 因此呢 公差是负数的话呢 Bn这数列的数 是会越来越小 所以呢 我们说B9 是大于B10的 这叙述是成立的 因此呢 第三个选项正确 我们要选 那刚刚第一个选项正确 我们要选 那我们看 第四个选项 A9 是大于A10 那么 叙述是错误的 因为呢 我们在第二个选项里面 我们举了个反例 之中我们算出 A9呢 是负1.25 那A10是1 所以呢 我们就得知 A9大于A10 是不一定成立的 所以第四个选项 我们不能选 接着我们看 第五个选项 那我们先清除一下画面 第五个选项 A8大于B8 那这叙述应该是错误的 我们举这反例 首先我们取 An是等于 -0.8 过号的十四方分之一 去乘以 -0.8 过号的n 减一四方 那么 这时候 n我们以8带入 那么算出 这是-0.8 过号三四方分之一 也就是-0.5 一二分之一 那么 用1去除以 -0.5 一二 我们可以算出 这是-1.95 三一二五 那A9呢 是-0.8 过号二四方分之一 可以算出是 1.5625 那A10呢 这是-0.8 的一次方分之一 这是-1.25 所以 这时候 是满足 A9是大于A10 那么 我们另外 取 同 这第二小题 里面的 我们算出 B9是等于 -2 B10是等于 -3.5 那这时候 我们可以 算出 B8呢 是-0.5 所以 在这里 也是满足 B9是大于 B10 那么 这时候 我们去看 这A8 是这个词 B8 是这个词 所以呢 我们满足 A9大于B9 而且 A10大于B10 但这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 A8 是小于B8的 因此呢 第五个选项 这个叙述是错误的 因此我们这题答案 要回答 1 3 这个答案